返求诸己 我是赌畜牧医学的 我工作了一年发现 公司只打发我去氧气场 做一个普通的饲养员 我是大专学历 是不是我的学历不够 要不要去 赌全日志 这个不需要 我下面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上时候你们听过没有 就是讲到那个孙大吴 那个告农业部给告书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 再次败述 我找找 我把它打开 题目念下 一轮即时 大吴集团起诉农业部 可能就是以前的农业部 现在改成农村部了 农业农村部 改成农业部 告书了 你讲什么原因 好吧 讲完之后多少对你有点启发 你们应该会知道 这段时间中国大力含力循环 内心环最憋的一个事就是 中国的产业链会断掉 因为中国很大部分产业链有一部分是来源于 对外的进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 你比如原料 原料你比如养殖业来说 包括种植业来说 我们不说工业 工业就更可恶 所有的芯片就是你家中的中央空调的芯片 有可能就是进口的 我们可能只会用那个单体机的那个芯片 有可能 就是整个大楼 集成生大楼 那个中央空调那个芯片 我们就玩不了 有可能 好吧 我不能确认 所以这就意味着 我们一旦是这个内循环 这样的技术 我们马上会断掉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 所以其他的故事我就不联想了 你们愿意联想的话 你可以联想一下伊朗 这是第一个 如果多说一句话 各位兄弟们 如果你那个行业 或关联行业 磨一箱技术 磨一箱原件 需要进口的话 那你就要早做准备 好吧 我已经警告你们了 那你说我的行业没关系 你的行业有一个小零件用了 你就没知 特别是你做工业的 那你说我工业没事 关键是你没事 你的机床有事啊 关键很多东西 坏了修不了 配件在人家那边怎么办 能明白吗 这是面临一个东西 核心技术 核心原件 需要进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原料 工业原料 我不说 我说农业的原料 农业原料最悲的原料是什么 大家知道吧 我们所有的动物 植物的种子 是不是基本上 都被外国人控制了 那听明白了吗 这是他奶奶最恐怖的事 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 你不管种了一只玉米啊 种了一只水稻啊 什么玩意儿 你家里卖完之后 总留个几十斤 或一两百斤 明年当种子用 现在农村还干着什么 你留也不管用 留它不长芽 它据说是转基因的 长不出来 反正我小时候我知道 我家的我爹都是这样 哪一片地长得种子好 他逮得最好的一旦 留个一两百斤 淡定我马上给你讲大五模式 我专门有半天课 讲我们民营企业 应该学的是大五 而不是华为 有机会我给你们 我有机会给你们聊 我们太多人不懂 因为这两家鞋我都去过 这是第一个种子 第二个就是原料 我问你一句话 我们小时候吃肉 为什么这么难 现在吃肉这么容易 回答我为什么 我们小时候也会养鸡 也会养牛 你听明白吗 我们那时候最主要的就是 动物性蛋白和植物性蛋白 来源不住 动物性蛋白 主要是来源于鱼粉 鱼粉就是来源于那个 南太平洋那一块 滋力附近那个鱼粉 它有庞大的鱼粉厂 来供应动物蛋白 就是说完了喂鸡喂猪 然后我们才吃到猪肉 具体现在有多大变化 我没概念 做了都不准 因为我也不是那么专家 但我概念中应该是这样 还有一个呢 你进口什么肉呢 进口呢 你家进口肉呢 进口都关了 你还进口呢 刚才说进口出口都关了吗 你没明白 就是我们这个鱼粉来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豆 有90%靠进口 也会停了 就是我们两个蛋白不足 蛋白的来源不足 我们的养殖就会受影响 你光吃鸡 鸡下蛋它需要蛋白 蛋白来源怎么来 你不能光吃玉米啊 吃地瓜 那我们不管用啊 那明白了吗 它只有吃两个东西 要么吃大豆 要么吃鱼粉呢 但是基本是进口啊 好了我们接着再来 刚才我说过种子 比如鸡苗猪苗 那个原种 我们都要进口 所以这就是我们外贸当中的 进口中断 给我们造成了伤害 出口中断造成了伤害 包括内循环 内需拉大内需 我今天就不跟你聊 我自给你们聊一个 就是我们进口出现了问题 导致致命的伤害是什么 所以你们得知道 这段时间肉一定回归 未来肉一定回归 一定会打击恶意囤粮 恶意囤肉 你放心好了 所以你们现在能吃肉的 抓紧吃 过一段时间 就不一定能捞到肉吃 特别是你们肉 特别是你们肉 有很旺盛的同学 抓紧吃 然后我吃蛋吃这么远 还回来 为什么回来呢 中国有一种种子 没被老外完全控制 就是鸡 就是鸡 我们家吃的五颗鸡蛋当中 有一颗鸡蛋 是孙大午家的母鸡生产的 就是我们猪的原种 是被人家控制 鸡的原种 基本被控制 但是我们鸡当中 五颗当中 就我们每吃的五个鸡蛋 当中一个鸡蛋 是孙大午家生产的 小母鸡生产的 能理解了吗 他就卖那个小母鸡 让很多那个养鸡厂 从他家买小母鸡 能理解了吗 大概是一块几 一个几块钱一个 我忘了 他家一天生产四十万只 就那小鸡 我去过鸡厂好几次 他能捡出来小公鸡小母鸡 就是把小母鸡一天四十万只 小公鸡弄出来都杀了 他家为什么能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中国的原种鸡 但是他家就不是生产原种鸡 他生产那个专业用 叫主带鸡 还是父母带鸡 就说白了 他家专门培养种鸡的 蛋鸡是蛋鸡厂的 他家这个种鸡 怎么发现出来的呢 这就回到刚才 反求助鸡这个伙计了 具体细节我不知道 有可能是神化出来的 这是我们正常的母鸡 我具体数忘了 不准 就是正常的母鸡一年生产 假设 280颗蛋 或者是生产300颗蛋 就是应该让人歇嘛 不能天天下蛋 这是孙大五家的鸡呢 有一个摄氧员吧 就和反求助鸡 这伙计似的 摄氧员他发现一个鸡 它和别的鸡不一样 别的鸡呢 就一星期下五颗蛋 或下六颗蛋 他发现这个鸡不一样 天天下蛋 这伙计有心 他就把这个鸡给爆出来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就研究出来了 它的名字叫大五金凤鸡 所以他家那个鸡 大概是一天下一颗 你看同样鸡 同样鸡 一颗蛋是五毛钱吧 大概就这么道理 他要一年多下50个60个的话 一个鸡是不是多挣二三十块钱啊 各位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要是养个一万只鸡 一年要多挣多少钱 那不是纯利润啊 所以第一个是他家那个 通过这种模式 找到了中国的五分的一的原种 这个没被老外控制 这个没被老外控制 我们全国人民受益 为什么全国人民受益呢 就是国外控制的那个总鸡 它的价格不敢高 能听明白了吗 它价格一高 孙大五那个鸡价格低 所以它市场就大 所以你会发现 原种被我们一家公司控制 整个中国人吃鸡成本降低 这是孙大五给我们做的贡献 这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是吧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吧 我回过来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 好吧 那个伙计是摄像员 你也是摄像员 好吧 我想说 同样是摄像员 摄像员的价值和含金量 那可不是万倍的差别 所以我想说 工作 工作的身份 工作是否有尊严 工作是否有价值 和岗位无关 如果你单位 相对来按我说那个路径 重视人才的话 可以做 然后我再接着给你们采淡 孙大五呢 为什么告农业部 因为他这个鸡呢 一个下这么多颗 他就培养出了原种 主代父母代 就是类似的 再去底怎么搞 不知道了 他家是有良心的企业 他家是很好的 那个小鸡 比如有很多新疆的买的 都坐飞机过去的 有的 你给他一百个小鸡 他路上有屎的呀 所以大概是他家卖鸡 他都是你买一百个鸡 他就多给你五个 就是他家一定会是这样的 那万一路上不死呢 不死就白赚五个 十五个就给你 他家确实是这样的 这是我见到的真正有良心的企业 为什么要学生那五 有机会告诉你 你淡定别着急 因为他家的故事太多了 我一点一点跟你讲 想把这个讲完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做农业的吗 要做农业 这个你们懂 我就不懂了 就是他这个鸡呀 他培育出来原种 他是要命名的 然后对外市场卖 这个呢需要国家批 好像是出了个新品种 新品类 他河北省就说了不算 农业部说了不算 所以找了几个院士 就过来给他评审 专家教授评审 我也干过这事 你看着这帮鸟人 道貌岸然 衣冠出处 其实衣服扒老 什么都不是 这个叶产董 品种的命名 需要农业不定 专家组的组长 叫杨明 是个院士 我不知道你和院士 打交道过没有 院士收入非常高 院士是正部级的身份 有的是这个行业 就这一个院士 如果这个行业 就这一个院士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行业 他在这个行业的影响力 比省长有 杨明是农业部 一个院士 几个院士评审 然后呢 就给他评了 但你一定要知道 赵岸然 他割行不割山 还有割什么不割礼 核心的东西 被这个院士知道 这个院士和北京的一个养鸡企业合伙 如果他和这个养鸡企业合伙 我问你一句话 这个企业一年挣50个亿 他用他的技术 占20个点的股份 你告诉我 他这个院士一年能赚多少钱 如果他有这么多钱 他可不可以把相关的全部给汇赂掉 而且他又在那个位置上那么高 你要知道那种身份背后一定是全 是那我怎么能告赢呢 而且严谨之伙 我为什么对他印象深刻呢 我去过那个大吴那个养鸡场 他那个研究院 那个大牌子上贴了很多 其中有一个就是 他那个大吴金凤鸡那个评审的时候 有那个杨宁院士的照片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教授专家 人家请你做中介做评审 该吃吃该喝喝该拿拿 你他娘最后怎么还搞人家 那这不流氓吗 所以我就说一句话 在利益面前 没他娘的好人 大概是他 好吧 语音不准 你别对我 别扣我的字眼 我发音不准 所以党官司打了好几年了 各位你想想 这事想起来就是吐靴 因为那伙计 如果要不把他的专利给偷走 所以那五一年 至少多挣好几十个亿吧 够黑吧 所以你知道 中国的草根企业能活着 有多悲哀呀 所以返邱诸吉这个同学 我通过这个故事 让你们有点启发 好吧 就给你讲这么多了吧 当然他家还有养猪的事 我有机会在你们讲 大家老多顺 慢慢给你们讲